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八珍五里府是泰国东部地区的一个府 该府北部大部分区域为复杂的山脉 并且是许多重要河流的分水岭源头 下部区域为地势平坦的流域 因此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耕种的地区 八珍榴莲种植面积覆盖层内五个县 分别为八珍县、兵五里县、八战塔卡拉姆县、司马哈坡县和纳迪县 鉴于赤道高温地带 使得八珍五里府在夏季时气温非常热 冬天时比较冷 而且受季风影响出现降雨天气 适宜的气候与低地河谷的有利地势条件相结合 使得该区域土壤肥沃 也就是说上层土壤为沙壤土 下层土壤为风化的岩石和红土 易于排水 因此非常适合种植水果 尤其是榴莲 八珍榴莲的起源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 最初品种源于暖无里府 当农民在八珍府引进培养品种 并在该地区种植时 鉴于上述地质特征 结合地形结构、气候特点 和八珍府农民种植榴莲的智慧 非常适应农业发展 使得八珍榴莲香甜醇厚 肉质饱满 香甜可口美味 三十二十三 现在很感受到荷山里面 这种荷山里面是皮膚的 让它给它冒出的 适当后,它们把荷山里的荷山里面 把荷山里面的荷山里面 加上一般水平 需要加上二十四天 我们把它放在内地 就让它放在内地 有很多的颜色 因为它也放在内地 据到内地的颜色 有种不同的性质 但是我们会用水 用水来根据 有些水来根据 它们就能够地画 所以我们能够在内地 包括水来 巴真五里府 种植榴莲农民 每个人所拥有的榴莲种植区不多 所以对每一株榴莲树 均可做到完好的互利 丰收季节 农民将根据果实成熟程度进行采摘 以保证获得优质的八真榴莲 榴莲果肉呈黄色 干燥浓厚 纤维少 甜而醇厚 皮薄肉多 果皮为褐色至黑褐色 藏有刺 这也是八真榴莲 一个重要的显著特征 八真榴莲具有以下几个品种 商业品种分别为 长杆 金枕头 产泥 和嘎杜姆通品种 本地品种分别为 格布柴纳姆 春普斯 和格姆斑品种 鉴于地理上的优势 是八真榴莲成为特色榴莲的重要因素 既美味又香醇 肉质柔软不烂 以及七种不同品种特征 各不相同 使八真榴莲 已被商务部知事产权局 注册为地理标志 并不认为 八真榴莲 是一种 Gi 那是我们的 产生计划 Gi 使用Gi Gi 是一个核心 让我们的核心 产生计划 供应该 供应该 实际上 让我们得到 我们的项目 保证 让我们的Gi 是 的 从八斤不利的落败 会获得可靠的质量保证 因此八斤榴莲 是让八斤府人感到自豪的 另一种水果 感谢你的神她好 感谢你的神 还不给你一声 只有一个小道路 给你一个小道路 感谢你的神 好